同样也是庆祝五一劳动节 号称是大型生态教室的宜兰绿色博览会 为了慰绕这些辛苦的劳工朋友 特别决定在5月1号劳动节当天 开放全国劳工朋友免费进入园区 用轻松的心情来到绿博 看见土地新的价值 2014宜兰绿色博览会 正在苏澳五老坑盛大举行 即庆祝4月4号儿童节 开放儿童免费入园后 接下来5月1号劳动节 所有全国劳工都可以享有免费入园的豪礼 那在这个地方要先跟全县的劳工朋友 先祝五一劳动节劳动节快乐 那另外宜兰信政府五一劳动节当天 也会在我们现在绿博 绿色博览会所举办的五老坑的场地里面 举办模范劳工的表扬典礼 那除了这个之外 那我们也欢迎跟邀请全国的劳动朋友 当天到五老坑的那个绿博的场地里面是免费入园 劳工朋友5月1号当天来到绿博入口 只要到劳工服务站 出示身份证 健保卡 员工识别证 薪资单等双证件 经认证后就可以免费入园参观 那只要带着身份证 还有只要能够证明你是劳工身份的证件 那我们就会让你免费去入园 那依然县政府邀请全国的劳工朋友 还有我们县里的那个劳工朋友 那欢度劳工节一起来五老坑 来认识依然土地的新价值 五一劳动节开源时间和平日一样 是从上午九点到晚间六点 当日票价以平日计算 所以劳工朋友们趁着优惠日来绿博 可省下一百五十元的门票钱 也一起放松心情 看见土地新价值 一安讯文记者黄朱翰 曾博报导